位在花莲市的开林宫 14年来持续在岁木寒冬举办了白米发放 今年更扩大关怀据点到吉安乡和寿丰乡 两位乡长都亲自到公庙来颁发感谢状 也立刻把公庙信众的爱心 发送到乡境内的弱势家庭当中 位在花莲市的开林宫 从民国95年开始 由公庙人员主动发起募款捐米活动 109年8月份正式成立了 花莲县开林宫善心协会 加强组织编制 也扩大了弱势关怀服务范围 从民国95年开始 到今年已经是14年了 我们帮助的对象是 附近这个村里 村里的这个低收入户 部分的啦 部分低收入户 每年大概税末的时候 才发放白米帮助他们 但是我们这个会 以前是没有立案 今年8月23号才成立 成立我们花莲县的开林宫善心协会 是今年的109年8月23号成立 现在就是我们成立有那个干部 有那个理监事 就今年开始呢 就就努力来经营 今年东令旧季 开林宫准备了7900斤白米 除了发送给花莲市周边邻里 也扩大到吉安乡和寿丰乡 两乡的乡长亲自到场颁发感谢状 感谢开林宫善心协会的爱心 我们非常感谢开林宫的 那个善心协会 他们的爱心 然后能够带领到我们 那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那个贫困的家庭 能够受到一种冬天一种温暖 非常感谢他们 其实我们建庙也很辛苦 在我们建庙的过程里面 我们付出奉献 但是我们还是把 我们该做的善心 每年在做 成都刚刚主委说 14年 我们没有间断 然后从花莲市吉安乡 延伸到这一年 非常开心 我们的送风乡 也一起来做我们布施 来做我们这个家庭急难 困苦境遇的这样的一个 关怀 7900金百米共1580包 将立刻分送到花莲市 吉安乡与寿风乡的 低收入户家中 还有原住民关怀协会 开林宫善心协会表示 未来将会更努力 好销干部和善心大众 扩大慈善公益活动 照顾更多的弱势族群 也彰显开张胜亡的慈悲精神 介统会欢迎市报道